Go 好 回到第二节 这一节就跟大家由费明顿马场 去到玫瑰岗马场 就看这个邓格錦标2400米的一级赛 刚才S军都跟大家说过 这个澳洲杯就升未重很多 邓格錦标就大家好像欠一级赛初制霸的感觉 对啊 以往可能邓格錦标和澳洲杯的日子就会差错了 两天来的 那马跑到邓格錦标就会强一些 但不知道因为今届有澳洲杯的关系 所以就拆散了 其实在近十架冠军都看到 那些冠军其实很多马都挺有声美 譬如说那些获掌无数 马后 雍容尔雅 然后好像赢过麦尔本杯那只森红蒸石 是的 没错 然后那些加冠军那些都很厉害的 然后练马斯方面就坏了 就赢过两届了 骑斯那方面 哇 麦导罗很旺啊 是啊 麦导罗就赢了三届的 那么喜特莱 然后阿菲利和雍容尔雅 基本上是大阵营的 马后都赢了 今年他都拿着一匹 都挺有能力的马 看看他可不可以赢第四届了 那看回战线方面 刚才也有说过一下 Explen也有说 澳洲杯其实以往就和大家这样错开了 所以呢 有些马就是跑完澳洲杯先来跑大家 但是今年就没有这支歌仔唱了 因为是同一天跑的 另外就是南威錦标 近五年都有三届军在这个战线 上年就比较特别一点 土著部族就赢了这个表列赛 那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复兵在呢 不过第一个就看了 就看了三级赛线 就不在这里看到的 就是晚利安倍 喜国斯以往泰马尼 澳洲街西里 愚满杜伯加达过 是 但是后印象派 继卡斯就应该没有两个前辈那么强 当然是 因为始终他在英国那时候 其实都是跑一些洋赛 甚至他在E波洋赛 对着这些超程里 超程里都跑这个米本杯 都是跑第九的 但是有时候 你这些在英国跑开长途有能力的 落到澳洲 因为始终澳洲就擅长跑这个短途 是 长途当然都是留给欧洲 所以怎样都赚这级赛级赛 而且他落到地之后 这场的晚利安倍的确是赢得非常之 就是 我都觉得是挺好看的 是 那入籍路其实一旦就已经是三个多马位回来 那顺利成章就变了今场的大热门了 那马昆 其实以往 这个配搭 其实都是在澳洲抬钱的啦 是的 所以其实都不担心 加上这一马虽然你也见他都是 逻得比较厚一点的 但其实上个或者南威那一天 玫瑰江马场就非常利坠 是 真的差一点 那如果刚好撞了几个梅当大出来之后 内藍的场地可能会烂一点 可能会越来越利坠也不出奇 那虽然这场看上去就真的没有明显放头马 但是这个后引状态其实他习惯了这样 加上这一马虽然你也说他真的 在欧洲的格子就不算特别高 是 那坦白说这场对手里哪个真的特别强 没有 所以我想就算他在欧洲只是让赛马来到澳洲 就这么明显一级赛了 但是单纯这场曼利安培 我觉得三级都要预反抗 是啊 而且始终就是曼利安培是同场同城 已经有证明了 就算你说他上场曼利安培 赢的都是曼利安培和啤酒之国 都不是说那些特别好成绩的 特别好吸塑能力的马 但是始终他赢马的姿态很轻松 就是你看到他现在其实 还是留在马虽然最后的 但是入直路就是你拿出去中档这样冲 其实三两下就已经弹掉了 是完全不同的 只要这次S1多讲话就没有补充 但是其实我也觉得这只马 你说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留到最后 跟他爆一段呢 如果你说真的是小马的场合 其实马虽我觉得就应该不用这样做的 那就是你可能留在中间 其实入彎已经可以踩定出来 因为他是有长力的嘛 那么早点用了 就是早点走下去呢 我都觉得他在这场的机会是挺高的 是的 那么如果怕晚步速 怕后印象牌留太厚 不如就想想前置马 那么其中一只就两只 一只是军武 一只是银木 那这对马我自己都挺喜欢 那么说一下跑第二只银木先 其实他是一只非常中心准成的马 其实他在欧洲跑 跑了十几场没有掉过三甲 那么他过来澳洲 他有时掉三甲的原因 很多时候可能是慢炸 那譬如说去年跑那场 但是也会禁标 那么他那场真的慢了 结果就跑第七 输给正刚好六个离马 那么大家可能想输给正刚好而已 我都不知道什么 但是那一天的难域 其实就一反常态 那一天的难域 正刚好和精神登席 就是贴内栏跟前走 而且钓着轻薄走掉了 那么你见他好像118波 就不是很轻而已 如果大家有看那些什么 墨尔本杯 唐卡士一里塞那些 澳洲的阳波是去到110 甚至是10和10都不出奇 因为118他不是很轻 其实是未必的 然后这场排的四甲 希望他真的可以 不满满 跟回前一点 因为这个马在我心目中 就真的会相对均速一些 排完是那四甲 如果跟到前的话 我觉得他有机会 捞路一直三甲的 是啊 始终你看回他前一场考菲尔德杯 都是在输给达金行 空空来不战而胜 这些期后他们就是在 不战而胜还有密尔本杯冠军 所以应该都不差能力的 但是真的希望他跟前一点 因为始终是很均速 它不是很有变速力 因为其实这场跑第一 那是蛇文石 本身我们就很喜欢 没错 但他就没有跑到 那你见弗盐木 其实整个直路是过不了 蛇文石的 所以如果量得太厚 或者你用错跑法 其实就变成前面 但是就没什么威胁 所以相对起银木 军务就可能会再好一点 因为他就靠后绪 还有其实 虽然他跑麦尔本杯 就叫做跑第十 但其实我眼中 他的表现都不算很差 是的 那场马其实可能 不战而胜 深思谷那些能力 就再高一点 其实那队已经扔掉了 为什么第十是否真的很差 未必 还有他上一场跑难为 试试跟前 反复施粮都断了 那时候都是落反施粮 不加过马位 那场头目是政治之道 还是要武广场 都是欧洲一级赛冠军来的 那你计价格就高了很多了 所以你这样计算 军务放在这里 其实我想三甲预备都是很合理的 没错 所以既然 因为当然了 今场其实都未必有足够的捕捉 你说军务如果就是 好像刚才后阴上派 后票后 如果真的留在太后 这样就可能会追不迟 但是他也是了 他也是跑过这些比较长一些的老程的马来的 既然有长递的 真是万一万捕捉的 那不如自己在外面先走 那至于邓格锦彪近年的荒满骑士 当然要数到麦道朗了 那今届他其实是华丽纳的编剧才子 在当地陪伦他就不算是很热的 但我就知道阿韩也挺看好他的机会 没错 那这次其实也是叫做欧洲血统 欧洲移植来 因为他就是邮吉尔的指质 那为什么我喜欢这次编剧才子的今场 那当然这场的柏拉马塔杯 就只是表列赛而已 但是首先就是玫瑰哥马场 起码也有个场地的根据 而且这场1900在我眼中 我觉得是对他来说短一点的 因为他本身已经 譬如说在上年跑 在若克的时候 即是未来澳洲之前 是已经在2700那里上到那一天Q的 所以1900是真的对他来说是稳水一点 虽然这场赢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入直路 是有点时间 阿帕尔在内南那边 是有点时间才能踏得着一只马 但是他冲过中点的时候 他其实一个势是挺好的 也是有点收姜的去赢的 那这次呢 都马上跑大赛就不管了 找麦道朗来跑了 那华丽纳加麦道朗这个组合 我自己觉得其实战力也是非常之强 而且这次编剧才子 这次排到的二档呢 希望他就不用好像真的之前对上三场 留得很合 其实他也有跑麦尔本贝的 那次其实他也是跑第十二 拍着的就是军武回来 其实他跟军武的名次是差不多 也都距离不是差很远的 可能就是始终对着一些很强的对手 麦尔本贝 回来可能真的差一点 但是都说了 这一组的邓压禁标 有哪些很强的 没有啊 你大热都是后院象派 都是欧洲洋赛的那些跑的马车 那你编剧才子 又是这样 他还要是三级赛的第二 二级赛还比后院象派更好 所以既然编剧才子 这次强配也都跑回合他更加适合的路程的话 有点分头 我宁愿就搏这只限头 还有他在澳洲 其实跑过三次的表现都不差 其实他在澳洲落地第一场 他在那场智朗贝流得太厚了 他跑第五 同场跑第二的时候叫什么 就是安心跑 安心跑 其实我在麦尔本贝的时候 都非常喜欢他 但是很可惜 直到麦尔克的脑位 都是差一点 结果跑第四 不幸好那场第四 也有个位置三 很惨的 安心跑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早排就伤过来 很严重 也休息一年多两年才平手 起码见到他休息完 战力没什么减退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今天麦尔本贝 其实他也是跑第四 那都是那句 不自然吃深思谷已经扔了 你拍得住 其实在当地跑大场道 很有根据的省威器回来 真的算是这样的 那之后服出跑那场洋赛 你表面看只是洋赛 但其实那场是什么130 而且用牌子高打类 没那么熟 其实跑得没那么正常 去到这场白肯南贝 其实你看他虽然赢自发谷 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赛 但至少他也是赢得很轻松的 嗯 那都是那样东西 那大家虽然说这场是一级赛 但是大家看到我们播这四条片 就是一场三级赛 三场表列赛 其实水准不是差很多 没错 那这场安心跑虽然用高力得排一档 但是其实看他上年跑自浪贝 是看到他不一定要留那么后的 嗯 那这场万匹省你排一档 如果你留一档就只能搞的 是 那如果他跟着放弹 可能是四五位那些呢 他跑麦尔本贝的卡斯放在这组里够了 是啊 而且真的像你说他重伤过之后 他复出的表现其实已经算算挺稳定的了 起码全部都是前列先的 因为他的底子真的很厚的 那所以你既然和你说的 他墨尔本贝那场真的有点可惜的 我觉得他应该有得上名的 但是有时跑马就制遇上的东西 那这次排一档 我也觉得又是那句了 不用留到那么后的 他跟编剧才子其实 既然这场出马也不算特别多 而且预计的补充不会很足够 那时候 刘太后就有点担心真是会追不及的 所以希望他也好 编剧才子也好 可以跟回前一些 如果正常补充当然最好 但保促的话 看看能不能尽早被他加速剪那部的话 而这只安心跑的后劲 其实这场他白狠男背 他追上来的走势和赢马的姿态 都是挺轻松的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后印象派在当时突然很热 也很受注目 但是你拿着这些本身有级数的马在这里 是不是真的赢了 我都觉得是未必的 是的 其实做一只马我们也没说到 就是那只实干牛仔 南威的表面也跑得不错 但是这次上来跑2,400 我们也都害怕的 所以预期是这样的 不如选择一些 编剧才子 安心跑这些 真的比较有场地根据的马 本场也会比较安心 是的 还有重点是什么 去年冠军土著寶族 都是表列赛冠军来的 没错 所以我们今年选表列赛的马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最后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数据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近五届这行赛事 邓家总表达大严谣的成绩是怎样 真的很好 所以你说后印象派 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要 我真的不行 当然欺国先派马来澳洲 真的计得很准 而且当然欧洲始终当地 欧洲马去当鱼 有时卡士低一点不重要 上年我认为范高尔王 就差不多来自 澳洲就照样都跑得好 所以我也没什么所谓 所以今届的邓家总表达 出马17% 虽然你说真的很有声味 一定不是的 很多就变成厉争第一场的一级赛胜利 但是其实都有几多伏兵在这里 就变成了挺有趣 因为大热门后印象派好像热掉了 但是好像有其他伏兵在这里 可能也有得扭一下 是的 没有赔率显示出来这么圆鼠 其实我也觉得这场是挺紧臭的赛事 看完澳洲大赛之后 就要去到杜拜了 之后就讲 乔斯短途那边有两分香港的远程 没错了 五场的杜拜世界杯赛日的一级赛 其实长长都很好看 所以稍后回来开始 一年五节就和大家聊了 五场的杜拜一级赛 稍后见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点去追踪我们的Facebook和IG 之后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怕错过我们每一集的最新资讯 记得啦